第1141张丰盛之数 当周元与吉摩开始陷入激战的时候 这片战场高空上的另外两处战场同样是极为的引人注目 首先是关青龙与迷石的战场 两人的交锋尤为的吸引人眼球 这两人的风格皆是硬碰硬 以纯粹的元气力量来压制对手 可如今两人的元气底蕴都是相差不多 那倒起来自然是惊天动地 每一次的碰撞都将会掀起天大动静 不过 从局面来看 明显还是关青龙占据着一些主动 毕竟不论如何 论起元气底蕴 他终归是要比迷石墙上一些 所以这边的战斗 倒是看得混元天等三大天狱的人有些安心 但这边的局势虽然不错 可江金灵那边 却是没有这样的好消息 空 江金灵仰天长笑 只见得他的身躯在此时开始膨胀 身躯上有越来越多的龙林涌现出来 那双掌更是花为了龙爪 尖锐的指甲如刀锋般 微微震颤间连虚空都被切割开来 此时的他 看上去有点像是半龙人一般 强悍得近乎恐怖的肉身 举手投足间都是散发着极为可怕的力量 而且 那从江金灵体内的弥漫出来的元气波动 已经达到了36亿的层次 简然 他已经将增幅密法施展了出来 可即便如此 他依旧没有占得几分优势 江金灵金色笼统冰寒地锁定着前方 只见得弥山凌空而立 此时的后者身躯上满是玄妙的光纹 那些光纹犹如是一幅神秘的图案 而正是这些光纹的存在 令得弥山的元气底蕴暴涨到了38亿的地步 在其眉心处 纳树纹微微地蠕动着 仿佛旗下有着什么恐怖之物一般 更是令得弥山充满着危险的气息 好一副丑陋的姿态 不过你似乎比起观青龙要弱不少啊 弥山望着那扮龙人姿态般的江金灵 但笑道 原本我以为我的对手会是他 结果你却要凑上来自取其辱 谁自取其辱还说不定呢 江金灵眼神凌厉 他眼神看了一眼下方的某处 旋即嘴巴陡然肩骨动起来 只听得扑的一声 竟是有着一团金色龙雪被其喷了出来 金色龙雪直接是化为漫天金色雪 与江弥山所在的空间所弥漫 弥山健壮 眉头微挑 周身元气涌动 将那些金色龙雪技术隔绝开来 怎么 被急得吐血了 然而江金灵却是并未在理会他的嘲讽 嘴角反而是掀起一抹冷笑 弥山 你以为我来对付你 就真没什么准备吗 今日你这圣王天最强之人 我江金灵杀定了 金血龙玉 伴随着江金灵的低吼声响彻 只见得那金色雪鱼所笼罩的空间 竟是渐渐的有着金光散发出来 远远看去 宛如是一道金色光照 将江金灵与弥山都是笼罩了进去 弥山见状 雷头微皱 袖袍一挥 只见得棒薄元气脾链横扫而出 远远不断的轰击在那金色光照上 然而那金色光照却是出乎意料的坚固 仅仅只是荡漾起涟漪 并未被击破 这是你给自己找的棺材吗 远山但笑道将金灵面无表情 只见得他深吸一口气 伸出龙爪 只见得爪心中有着金色的雪叶汇聚而来 渐渐地形成了一道散发着古老韵味的光纹 他龙爪对向了迷山 下一瞬间 只见得江金灵的肉身都是开始变得的干枯起来 那种感觉仿佛是浑身的血肉力量 都在对着掌心的那道古老光纹所汇聚 迷山 是使我为你准备的大礼巴 丰盛之树 嗡 当将金灵声音落下的那一刻 只见得起掌心的光纹 顿时化为一道光束暴射而出 那光束直接是洞穿了虚空 直接出现在了迷山前方 然后化为无尽光芒对着后者席卷而下 迷山的面色也是在此时微微一变 他能够见到眼前的光芒中 弥漫着无数细微不可见的光纹 那些光纹散发着一种特殊的力量 他周身的元气与其一接触 竟是直接被封印下去 显然这对于元气有极大的克制性 而一旦让得这些光纹钻入体内 必然也会对其自身的实力造成压制 导致实力大跌 封印术吗 原来你是打着这般主意 泥山冷笑 旋即其眉心术纹如动者 缓缓地张开 一只圣童显露而出 其内有着三颗星辰转动 散发着神秘韵味 圣童护体光 秋 圣童中有圣光喷发 那圣光也是无比的玄妙 宛如是一团青云悬浮与泥山头顶 光芒一丝丝的垂落下来 将泥山身躯所覆盖 而江金灵那无数封印光纹接触到圣光时 却并没有取到之前那般催枯拉朽般的效果 反而是被渐渐地阻挡了下来 难以再深入 江金灵 你太天真了 我这圣童 有护身圣光 你这古怪的封印之纹 力量还不足以将其穿透 泥山笑道 江金灵望着那被阻拦着封印光纹的圣光 却并没有什么挫败之色 嘴角反而是有着一抹诡异弧度掀起 你高兴得会不会太早了一些 泥山闻言 双目顿时微眯 隐隐地感觉到有些不对劲 秋 不过 也就是在这一瞬 他突然听见了天地间有一道清澈的凤鸣之声响彻而起 泥山猛地低头 便是见到那下方有着一道由元气光芒所化的凤凰光影冲天而起 直接是撞进了这片金色龙玉之中 泥山盯着那凤凰光影 眼瞳呼的一缩 因为他见到 在那凤凰光影内 同样是存在着无数的光纹 那些光纹与江金灵的那些光纹略微有些不同 但显然都具备着相同的效果 那就是封印之力 泥山眼神微冷地望着下方的某处 只见得那里有着一道倩吟也是仰头望来 是那凌凤族的爱情 那凤凰光影也是撞在了泥山身躯外的圣光上 迅速与那江金灵的封印之光接触 接触之下两者立即是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只见得一道龙影与凤影凝聚而出 两者缠绕 迅速地旋转于圣光之外 宛如龙凤光圈 而在龙凤光圈下 那泥山的护体圣光竟是开始迅速地变得薄弱起来 泥山的面色有些阴沉下来 泥山 这道封印术乃是我万寿天玄龙族 凌凤族中的圣者所创 此树需要龙凤相合 方可将威力达到最强 而一代龙凤光环成形 你本事再大 也是逃不掉的 江金灵望着这一幕 脸庞上有着冷笑浮现出来 泥山 要怪就怪你太蠢吧 竟敢轻易地入我金血龙玉之中 江金灵龙爪猛的一握 只见得那龙凤光环便是将那圣光彻底的碾碎 最后刷的一声直接缠绕向了泥山的肉身 而一旦被光环束缚 那泥山也将会陷入封印之中 战场中 有不少目光都是关注着这一幕 当他们见到江金灵即将得手时 对时爆发出惊天动地般的欢呼声 只要解决掉了泥山 那么今日的大战 局面必将会出现翻天覆地般的变化 泥山盯着迅速缩小的龙凤光环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 他的脸庞上并没有出现什么惊慌之色 那嘴角反而是轻轻地勾起 江金灵 那句话还是还给你吧 你高兴得太早了一些 你算计我 我又何尝不是在算计你 你以为你这封印术是什么秘密吗 这个情报 我早就知晓了 泥山诡异地笑着 眉心间圣童突然有光芒大放 直接是射住了那要对着肉身内钻去的龙凤光环 后者顿时化为一道流光 被吸入了圣童之中 什么 江金灵见状 面色顿时巨变 你竟敢吸走龙凤光环 江金灵感到极为的不可思议 那光环中蕴含着风韵之力 就算那泥山的圣童在墙 也不敢将其吸进去的啊 谁跟你说我吸进去了 泥山嘴角的诡异变得更强烈了 我只是帮你换了一个目标而已 江金灵瞳孔猛然皱缩 他似是明白了什么 急忙看向关青龙所在的方向 立声道 小心 而也就是当他的立鹤响起的那一瞬 正在被关青龙压制的迷石 脸庞上却是掀起一抹古怪之色 轻笑道晚了 驾一瞬 他眉心圣同盟的张开 嗡 一道光华暴射而出 竟是那被泥山所吸走的龙凤光环 那龙凤光环一射出 便是直接以惊人的速度冲向了面前的关青龙 这般突如其来的攻势 也是让得关青龙一惊 可这般时候闪避都是来不及 他只得眼神一狠 手中青龙长刀化起金光 裹挟着恐怖的元气波动 快若闪电般的披展在了迷石胸膛之上 吃拉 一道猙獰的血痕出现在了迷石身躯上 险些将其一分为二 但他却是丝毫不在意 因为那龙凤光环已是射进了关青龙体内 然后这片战场中无数到惊骇欲绝斑的目光 便是见到关青龙周身涌动的强大元气 开始在此时以惊人的速度削弱下来 第1142张关青龙遭殃 辽阔的战场上 无数到惊骇的目光望着高空上 所有人都能够感觉到关青龙迅速在被削弱的元气波动 这一幕无疑是让得三大天狱的人马心头有着一股凉气升起 关青龙可谓是这片战场的顶梁柱之一 如果他在此时就出现意外 那么整个战局无疑都将会因此而崩坏 而在那无数到惊骇的视线中 关青龙面色也是阴沉 他能够感觉到体内的元气在被一股特殊的力量不断的封印 这导致他的力量在迅速的减弱 该死 这般时刻 连关青龙的心性都是忍不住的怒骂一声 哈哈哈哈 而在那前方 险些被关青龙那一刀斩裂胸膛的迷石却是大笑起来 他面露玩味的盯着关青龙 道 我与迷山的圣童有着奇妙的连通之能 他可将所面临的强大攻击以圣童吸走 然后在空间转移 从我的圣童处射出 这叫做什么 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哈哈 看来今日这场争斗 还是我圣王天更胜一筹 迷石完全不理会胸膛上的争鸣刀痕 烂一刀虽说也是给他造成了极大的伤势 但他的战斗力犹在 情况比起关青龙不知道好上多少 所以他身影一动 便是化为一道光影直冲关青龙 此时正是斩杀关青龙的最好机会 关青龙见状 面色阴沉 他并没有莽撞与对方硬碰 而是开始急速而退 他必须尽快想办法解开封印 不然的话 今日恐怕真的要有些危险了 不过 元气的封印 也是令得他状态大幅度的降低 那速度更是不及先前 所以仅仅只是一瞬 那迷石便是出现在了关青龙前方 一拳轰出 滚滚元气如龙 震碎虚空般的直接轰在了后者胸膛之上 哼 关青龙一声闷哼 嘴角有血迹浮现 而其身影则是脊椎而下 重重的砸落在战场之中 剑起漫天烟尘 泥石脸庞上浮现出残忍猙獰的笑容 再度追击而去 而此时那远处的江金灵也是反映过来 当即咆哮到保护关青龙 他同样明白 一旦关青龙被迷石斩杀 到时候迷石再来协助迷山 他同样也活不了 爱卿 快去帮他解开封印 同时他急忙对着爱卿所在的方向传音 那封印术 乃是他与爱卿合力所发 讲要迅速解除 也就唯有他们两人才行 下方某处 爱卿那素来优雅的绝美脸颊也是在此时变得格外的难看 他同样没想到 他们为迷山所准备的大招 最终竟然会作用到关青龙身上去了 这若是导致关青龙被杀 局面崩盘的话 那么他们两人可就真是罪人了 所以他一言不发 急忙全速对着关青龙那边赶去 走哪去 然而他先前协助江金龙的动静已经引来了圣族其他强者的注意 如今见到他现身 当即便是有着冷笑声响起 一名元气底蕴同样是达到了27亿的圣族强者暴奢而来 惊人的攻势如风暴般的对着爱卿笼罩下来 爱卿见状 不得不一咬银牙的停下步伐 全力迎上 当爱卿被纠缠住的时候 关青龙那里也是危险万分 迷失对其杀意十足 直追而来 不过好在附近的三大天狱的强者都知晓关青龙的重要性 当即便是有着十数人暴射而出 一道道元树被倾尽全力的施展出来 对着迷失轰击而去 试图将他阻拦 滚开 一群凡人的苍蝇 然而面对着那些围攻 迷失则是一声猛笑 体内元气尽数的爆发 直接是引得虚空震颤 同时也是将那一道道威力惊人的元树尽数的轰碎而去 但他的速度 却并未因此有半分的减缓 短短数息 他便是出现在了关青龙的上方 泽泽 堂堂混元天最强天阳静 最终却是被队友坑死 当真是屈辱啊 尼时发出了刺耳的大笑声 但他的下手却是毫不犹豫 只见得其双指并驱 下一瞬 只兼有棒柏林光咆哮而出 胜胭脂 翁 一道光束直接洞穿虚空而下 所过处 虚空纷纷崩裂 带着毁灭的气息 这一幕 看得诸多三大天狱的强者目眶欲裂 不过 就在那光束落下的瞬间 忽有一道牵引出现在了观青龙的前方 一袭红裙 见识武瑶 武瑶师妹 小心 观青龙面色大变 急忙喝道 武瑶没有理会他的喝声 凤木凝重地望着那毁灭光束 那眼瞳深处 忽有玄妙气息涌动 在其身后 隐隐间似是有着一道龙影若隐若现 那是圣龙之气 不过若是看得仔细的话会发现 那龙气盘踞中 仿佛是有着一股特殊的气息在孕育 武瑶深吸一口气 他知晓迷时的攻击是何等的恐怖 但他知晓自己不能退 否则观青龙很有可能真的被斩杀 一旦到了那一步 对于三大天狱的人马士气将会是致命的打击 他双手闪电般的结印 胶躯轻颤 只见得在其背后 隐隐的似是有着一道介于实质与虚幻间的羽翼缓缓的展开 武瑶脸颊隐隐的变得苍白 但那自其体内涌动的元气却是陡然间变得强盛起来 他谈口微张 有一团火焰被喷出 那团火焰呈现深红色彩 极为的玄妙 火焰窜动时 宛如一支灵琴在展翅 其四十四须 明明能够看见 但却难以感应 只是那种危险的气息 却是让得人无法忽略 秋 真红火焰只涌而上 然后与那落下的毁灭光束硬碰 轰轰 去空都是在剧烈的震颤起来 让得人意外的是 武瑶那深红火焰竟然并未在第一时间就溃败 反而是坚持了片刻 不过这种坚持并没有持续太久 伴随着两者力量的侵蚀 消耗 虽说那道毁灭光束在变得缩小 但那火焰同样是急速的在暗淡 有意思 一个天阳静中期 竟然能稍稍抵挡住我的圣烟纸 你实现到这一幕也是有些惊讶 一对眼瞳带着冷漠的注视着武瑶 摇摇头 不过可惜 终归是躺壁挡车 一起去死吧 当他阴落的瞬间 光束陡然贯穿而下 彻底的击碎了那团火焰 然后对着武瑶落下 可就在这一瞬 一道黑白色彩的阴阳光盘 突然的凭空而现 将那弱化许多的毁灭光束抵御下来 两者剧烈地颤抖着 最终随着黑白轮盘破碎的时候 那一道源自迷石的毁灭攻击 也彻彻底底地被化解 武瑶惊讶地转头 望着那出现在身旁的一道倩影 一袭子群 正是苏又威 此时的后者 也是在轻轻地喘着气 显然先前那道阴阳轮盘 也是倾尽了他的力量 暗空中 迷石面色有些阴沉 他没想到自己的一击 竟然会被眼前这两个如花似玉般的女孩 连手给挡了下来 虽说他们看上去也是有些游进灯窟 但毕竟他们只是两个天阳镜中期啊 真是好厉害的天赋 给你们一些时间的话 恐怕会比这关青龙更麻烦 你使眼神森冷 所以 你们也得死在这里 他身影一闪 便是如鬼魅般的直扑良女 他打算先将良女斩杀 再杀关青龙 这些下午天的顶尖天骄 都得死在这里 武瑶与苏又威望着 那以惊人速度暴射而来的迷石 俏连也是分外的凝重 但却并没有畏惧 因为他们都知道 畏惧在此时是毫无作用的 眼下 唯有薄命 不过 就在良女眼中有决然浮现时 突然有着黑色长发破空而来 直接是缠绕住了他们那纤细的腰肢 直接整个人的甩向了后面 同时那地上的关青龙也被拖得迅速的倒退 当他们在退后的时候 一道人影却是如闪电般的迎了上去 那黑色长发如针刺般飞舞 正是楚清 砰 不过爆发浑身元气的楚清 与那迷石的身影仅仅只是轻轻一碰 他的身影便是轰然到飞而出 身体在地面上疯狂地查出长长的痕迹 满身皆是鲜血 极为的狼狈 迷石面色默然地看了楚清一眼 道 有勇气 竟然还没被撞死 全集他目光又是看向四周 经过武瑶 苏又威 楚清的出手拦截 此时四周不断地有三大天狱的强者汉不畏死地在对着他冲来 于是迷石的嘴角有着争鸣残忍的笑容浮现出来 也罢 我就来看看 你们为了救他 究竟需要填多少人命进来 他的掌心有恐怖的元气开始汇聚起来 不过 就当他要出手的那一瞬 他神色呼的一变 猛地抬头 看向了远处的一个方向 那里 突然传来了极为惊人的元气波动 不只是他 武瑶 苏又威等所有人都是惊恶地看向那边 旋即他们的眼中有着惊喜涌现出来 因为那里的战场 是周元所在 第1143章斩杀 当将精灵发动封印胜数的那个时间 周元与吉姆所在的战场 空 有着恐怖的元气冲击波子虚空上肆虐开来 巨大的涟漪如无形的浪潮般地对着远处扩散 砰 一道身影有些狼狈的从天而降 直接是将一座山岳贯穿 在那地面上封出了一个巨坑 吉姆从巨坑中爬起 此时的他浑身衣衫破碎 身躯上还带着一些血迹 可谓是狼狈到了极致 而他的面色也满是惊怒 他目光死死地望着空中周元的身影 赛邦子都是在如蛤蟆般地鼓动着 怎么可能 该死的 这家伙的实力怎么如此的强横 正面硬碰 竟能将我死死的压制 金魔的心中 可谓是惊怒至极 他原本以为周元所凭借的 不过只是那七彩豪光之术 才能够侥幸地将其重创 所以此次交手 更是选择的稳扎稳打 想要凭借着自身的元气底蕴将其压垮 可先前一番争斗下来 即便他将密法施展出来 自身元气底蕴也是催涨至34亿的层次 可却依旧奈何不得周元丝毫 反而是周元屡屡站的上风 明明都只是34亿的元气底蕴 金魔眼神惊疑不定 他盯着周元身躯上升腾的白金色元气 那元气神秘而强横 论其品质的话 即便是在八品元气中都绝对算得上市顶尖 还有一点便是周元的肉身也是极为的强悍 那肉身之力 足以搬山以海 有时候重拳落来 也是让得吉魔极不好受 另外还有那在战斗阶时不时暗息而来的神魂之力 那些神魂之力凝结成魂炎 无孔不入的侵蚀而来 让得吉魔不得不分心对付 正是这重重的手段之下 直接是将吉魔打得焦头烂额 屡屡落入险境 这混蛋 还真是个变态 吉魔愤怒不已 这周元天阳静中期 就能够将元气暴肿到34亿的程度 这种级别的妖孽 别说是他们圣明天 就算是圣王天内都没人能达到 除非是那圣祖天内的圣天骄 但偏偏人气这么强也就罢了 这混蛋的肉身与神魂也是很强 简直就是毫无破绽 这般根基 连吉魔内心深处都是有着一丝巨异 这家伙 如果真的踏入了天阳静后期 恐怕还真是有资格跟圣祖天的那些圣天交搬万字 而也就在吉魔心中心思转动的时候 他突然感觉到远处天空的异动 感觉目光一转 眼中便是有着狂喜浮现出来 他正好见到了弥山江那来自江金陵的风印术 转移向了观青龙 局面瞬间大变 天空上 那原本想要对着吉魔追击的周元也是察觉到了这般变化 眉头微皱地望着那个方向 他也看见了观青龙中招 当即有些无语 自语道 这江金陵还真是个坑货 哈哈 周元你也不要得意 等到那观青龙一死 今日你们必败无疑 此时 那吉魔也是大笑出声 他眼神阴狠地盯住周元 如今局面大变 只要他将周元拖在这里 等到弥山 你时腾出手来 这周元必死 周元眼神冷漠地望着吉魔 道 没事 快点将你解决掉就好 吉魔怒笑道 大言不惭 在他看来 虽说硬碰不过周元 但他若是要拖延时间的话 也并不难 周元却是并未再理会于他 手掌紧握天元笔 下一瞬 笔尖抖动 毫毛划过 有一道道玄妙的痕迹 自虚空中浮现 空梦 隐约间 有雷鸣在天地间乍响 黑白色的雷光明现而出 如同一条黑白雷龙般环绕 在天元笔之外 那所散发出来的恐怖波动 引得天地都是震颤 这道黑白雷龙自然便是阴阳雷文剑 只不过如今周元在施展此树 比起以往无疑是更为的炉火纯青 那黑白雷龙蜿蜒而动 散发着一种灵性 雷龙环绕着天元笔笔尖 最后竟是缓缓地落下 宛如纹身般地印在了笔尖处 顿时笔尖有璀璨的黑白雷光跳跃 驱空都被撕裂 在那下方 吉姆也是察觉到周元在酝酿着杀招 当即眼神一鸣 全神戒备 周元倾尽全力地施展出了阴阳雷文剑 旋即深吸一口气 破圆 卷白毫毛笔尖瞬间化为深邃的黑色 万金 有古老金银声响起 一道道古金虚影盘旋 然后钻入笔尖 周元身躯上那赤红如岩浆般的纹路 也是变得愈发的赤红 浑身散发着高温 连虚空都被蒸发得扭曲起来 天元笔也是在疯狂地吞吐着周元体内的元气 这直接是导致天元笔在不断地震动 其内散发出来的恐怖波动 让得下方的吉姆都是面色微变 当天元笔的力量酝酿到极致时 周元眼神陡然一粒 下一瞬 虚空仿佛有雷电暴闪 抓 他的身影宛如一抹黑白电光破空而下 裹挟着恐怖之气 直指吉姆 下方的大地直接是隔着远远的距离 便是被生生地撕裂开一道道深不见底的痕迹 想要杀我 不要做梦了 吉姆也是被周元这亲尽全力的一击金得头皮发麻 但他也并未太过的惧怕 一声爆喝 袖袍一挥 顿时有一道流光暴射而出 竟是在其上方化为了一面盾牌 那盾牌宛如石柱 其上有斑驳痕迹 一道道古老的纹路若隐若现 时顿散发的光芒 隐隐间犹如是形成了一座苍白的巨石 那就是给人一种无可摧毁之感 坚固无比 此物正是迷失给予的圣石盾 防御力极为的强悍 周元望着那面石盾 双目也是微微一眯 那种防御力 恐怕即便是他这权力一击 都是难以穿透 在那石盾之下的疾磨 似乎也是知晓这一点 看向周元的眼中 满是挑衅 周元见状 唇角有着一抹冷笑浮现 旋即他也是袖袍一挥 一道银光暴射而出 最后直接是砸在了那石盾之上 那是一颗银色光球 正是银影 只见得银影在接触到石盾时 便是迅速地融化开来 银色液体以极快的速度 将石盾所覆盖 最后石盾化为了银盾 也就是在此时 急魔骇然地发现 他短暂地失去了对石盾的控制 那银色液体 宛如形成了囚牢 将石盾与外界隔绝 而失去了操控的银盾 也是直接从天空上坠落而下 摔在了地上 也就是在这一瞬 周元的身影出现在了急魔的上方 手中天元比在剧烈的震颤 犹如是在压制着一股极为恐怖的力量 急魔的脸庞上 有惊骇欲绝之色浮现出来 他怎么都没想到 周元竟然能够以如此古怪的手段 将石盾给克制 那可是他最后用来防身之物 惊骇的急魔疯狂倒退 然而来不及了 他仅仅只能见到一道缠绕着黑白雷光的 幽黑笔尖在眼瞳中一闪而过 吃拉 去空中隐隐都是有着被灼烧的气息生起 一道光影 穿透急魔的身躯 一掠而过 空 急魔的身后大地上 一条千丈深渊被生生的撕裂开来 幽黑得令人心计 那沿途的一座座山峰 更是被移为平地 周元的身影出现在急魔的身后 天元比斜指地面 鼻尖上有着鲜血在滴落 急魔的身躯僵硬 他的脸庞上满是惊恐 他有些艰难的低头 一个血洞出现在胸膛上 恐怖的力量从血洞出肆虐 断绝了体内所有的生机 怎么 可能 他难难道 眼瞳在急速地扩大 我 怎么可能会输 在其身后 周元缓缓地收起手中的天元比 淡淡地道 混元天天冤狱周元 今日斩杀圣灵天府海淀 急魔于此 急魔的身躯 倒塌而下 摔起了阵阵烟尘 而也就是在此时 这片战场中一道道 惊骇欲绝的目光望向这里 那原本对着关青龙 他们追杀而去的迷失 脚步也是陡然一顿 面色阴沉地看向这个方向 谁都没想到 急魔 竟然被斩杀了 第1144张迎战迷失 当急魔的身躯 缓缓倒地的时候 整个战场 无数道惊骇的目光 都是望着此处 特别是那些圣灵天的圣族强者 皆是脸庞上充斥着浓浓的难以置信 他们无法相信 他们圣灵天最强的天阳镜 竟然会陨落于此 虽说在此前的交锋中 急魔已经在周元的手中吃了亏 但那终归没有陨命这么严重 而且很多人都觉得只是急魔轻敌 若是在此震惊的较量 急魔定然能够洗刷潜入 可谁能想到 在此交锋的结果 竟然会是以急魔直接被斩杀为告终 这对整个圣灵天人马士气的打击不是一般的大 而圣王天的人马稍微好点 但也是各个神色凝重忌惮地盯着周元的身影 虽说急魔的实力比起迷山迷石要差一些 但也算是最顶尖那一批了 原本他们以为关青龙被封印 整个战局就将会出现一面倒的趋势 但谁能想到 在这最关键的时候周元却是将急魔斩杀了 真是个废物 竟然被一个下族剑中所斩杀 这圣灵天当真是越来越不堪了 不过好在关青龙也被封印了 没错 如今迷石队长腾出了手 那小子若是赶上前的话 迷石队长会让得他明白圣王天与圣灵天的差距 一些圣王天的强者窃窃私语 不过总体来看他们低势气还算是高昂 显然是对明山迷石充满着信心 而那三大天狱的人马 则是在此时发出嘀嘀的欢呼声 先前关青龙被封印的瞬间 他们的心可谓是一片冰凉 可如今周元的战绩 又是给他们注入了一些希望 他们不期望周元能够打败迷石 但只要能够将其拖延片刻 等到关青龙将封印破开 那么优势的一面就将会彻底的回到他们这一边 这家伙远处的精灵而蒸蒸的望着周元的身影 然后忍不住的抹了把冷汗 即便亲眼所见 但他还是有点难以置信 周元居然直接将疾魔给斩杀了 那可是圣灵天最强的天阳镜啊 真要论起战斗力 整个万寿天恐怕也就只有江精灵比他稍强一些 太变态了 脚祖真是说的一点都没错 高空的战场上 霓山眼神阴沉 然后看向松了一口气的江精灵一眼 淡淡道 你以为他斩杀了疾魔就能改变什么吗 他若是敢去阻拦迷石 我想他的下场会跟疾魔一样 江精灵面所莫然 道 只要他能够坚持到关青龙解开封印就行 虽说他们与婚元天算是合作 可以蕴含着一些竞争的关系 若不是担心关青龙无法及时解开封印会导致大局崩盘 他甚至对于关青龙的被封印是喜闻乐见的 而关青龙都是如此 周元自然没什么特别的 还真是无情啊 你玄龙族说起来倒是与我圣族有些相似 可惜 我圣族的源头与底蕴可不是你们这长虫子能够相比的 霓山笑了笑 笑容中带着一些轻蔑与讥讽 将精灵面色陡然森寒下来 道 我玄龙族之源头 乃是天元界的创造者祖龙 太给自己脸上贴金了 祖龙生化万物 你玄龙族也只是这奇异而已 不要以为沾了一个龙字 就可胡乱攀亲认阻了 霓山笑道 将精灵眼中有怒火涌动 再也忍耐不住杀意 元气喷勃 浩瀚瀚礴的攻势直接对着霓山席卷而去 两人一动 激战再度爆发 战场的另外一处 关青龙浑身元气暗淡的盘坐余地 在其前方 有越来越多的三大天狱强者赶来护卫 不过即便他们数量众多 但在面对着前方那独身一人的迷失时 依旧是个个身躯紧绷 眼中弥漫着金句之色 但迷失道也并未理会他们 他面色淡漠 因为他知道 当周园斩杀掉吉磨时 他的对手就开始转变了 嗡 前方的虚空微微波荡 一道身影便是踏空而出 那手持天元笔的身影 笔尖还有着血迹低落 带来了一股令人心悸的煞气 然而望着这道及时赶来的身影 那后方的众人皆是如是重负 眼中有着敬畏之色浮现 楚清师兄 没事吧 周园现身出来 微微偏头望着后方那满身鲜血的楚清 关心地问道 楚清咧咧嘴 并不在意身体上的伤势 道 现在还好 不过你若是再晚来一会的话 恐怕就真的死在这里了 周园笑笑 又是看向了脸色有些苍白的苏又微与舞摇 若非是两女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联手帮关青龙化解了一次必杀攻击 恐怕此时的关青龙还真是危险了 而一旦关青龙被迷失斩杀 那对于整个局面低势器打击将会是毁灭性的 那个时候就连周园恐怕都有些救不了场 毕竟在混元天人马的心中 他们如今更幸福的还是关青龙 不错嘛 竟能够挡住这家伙的一击 他笑道 武摇凤目冷冷地看了周园一眼 道 你是在嘲讽我 这家伙先前斩杀了吉摩 战绩显赫 而他这边却连接下迷失的一击 都需要苏又微的协助 这差距一眼可见 可武摇是何等骄傲的人 怎么愿意会承认比不上周园 即便这是事实 那嘴上也绝对不会去承认的 朱又微则是吟吟一笑 道 跟殿下比 还差得远呢 不过我会努力追赶上殿下的 这两女天差地别般的反应 让得周园也是有点无奈 只能摆摆手 道 你们护送关青龙队长去爱青队长那边 这个迷失 就交给我来阻拦吧 殿下小心一些 此人实力极强 而且拥有着圣童 远比那吉摩吉手 苏又微连忙提醒道 周园轻轻点头 后方的苏又微 武摇 楚清等人见状 也就不敢继续停留在此处 扶着关青龙的身形便是迅速退走 迷失也并没有去追击 而是眼神玩味地打亮着面前的周园 道 真是没想到 吉摩竟然会栽在你的手中 周园的目光同样是凝聚在迷失的身上 他的面色显得微微有些沉明 后者给他的感觉 的确比吉摩更为的危险 而且这些圣族之人 最麻烦的还是眉心的圣童 那圣童蕴含着诸多神妙之术 让得人防不圣防 此前关青龙会被封印 正是因为那迷山的圣童能力 一场硬仗啊 周园深吐了一口气 看来要跟着迷失斗的话 可就真是什么手段都难以保留了 硬仗 泥石歪着头 笑容带着危险的气息 眉心的圣童也是在此时有着极为恐怖的光泽流转起来 道 周园你莫非真是以为你斩杀了吉摩 就能够来挑战我了 我的圣童已至三星境界 这跟吉摩可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你对你这条小命还有所眷恋的话 现在就如丧家之犬一般的逃掉 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他笑着的时候 眉心圣童之内 三颗星辰渐渐的浮现 那股恐怖之力 直接是引得其附近的虚空开始剧烈震荡起来 然而 面对着迷石那充满着威胁的言语 周园却是面无表情 他袖袍之中 有着一颗银色源球落了出来 然后化为银色液体 液体流动间 很快的便是在其身旁形成了一道与他一模一样的银色身影 他手中的天元笔指向了迷石 你那圣童的能力 是废话特别多吗 第一千一百四十五张开大招 空 当周园声音落下的那一瞬 泥石的脸庞上已是有着森冷之色浮现 荡泊浩瀚的元气如狼烟般冲天而起 搅动着风云 而他的身影也是化为一抹流光 直射周园而去 既然你急着找死 那当然得成全你 三十六亿的元气底蕴爆发 那所带来的威压几乎是浩浩荡荡 所过之处 直接是大地崩裂 虚空震动 那永来的强大威压 同样是引得周园眼神威名 如今的他即便是凭借着 近身与帝圣文的相助 也只是三十四亿的元气强度 这跟迷石比起来 显然还是有着一些差距的 这家伙 比疾磨危险了太多 他心念一动 身旁的隐隐便是急射而出 银色的身躯上有赤红的岩浆纹路涌现出来 大阎魔 此时的隐隐 拥有着二十亿的元气底蕴 在凭借着特殊的身躯 对于大阎魔的加持 倒也算是初步具备了一些战斗力 砰 然而当盈盈与迷石接触时 后者仅仅只是一拳轰出 虚空炸裂 一股恐怖的元气洪流便是轰击在了其身躯上 那一瞬 隐隐的胸膛直接是塌陷了下去 身躯如炮弹般的倒飞而出 在那地面上撕裂出一道千丈长的深深裂痕 这般玩具 就别拿出来献丑了 迷石宁笑道 以他如今这三十六亿的元气底蕴 举手投足间的威能 都不是一个元气底蕴达到二十亿的傀儡可比 若非是隐隐才智非凡 而且又修有大阎魔 恐怕他这一拳下去 隐隐早就彻底的碎裂报废了 果然还是不够啊 周元也是难难自语 看来在面对着迷石这种级别的强敌时 现在的隐隐还是只能充当肉钝与辅助的角色 想要正面交锋 隐隐起码得将元气底蕴提升到接近三十亿的地步 秋 而在他心思转动的时候 那一抹光影已是出现在前方 泥石眼神森冷 一拳轰出 脚下的大地被撕裂开来 一道深渊对着周元吞噬而去 周元五指紧握 同样是将体内的元气毫无保留的催动而起 白金元气咆哮 宛如是在其身后隐隐的化为龙影 空 两人重拳硬碰 肉眼可见的冲击波猛然扩散 方圆千里之内的大地瞬间崩裂出一道道深不见底的裂痕 无数山峰塌陷 周元的身躯一颤 身影到尸而出 脚踏在那虚空接连踩下 每一次的落下 都是引得那里的虚空碎裂开来 而迷石仅仅只是身躯震了震 即便身后的虚空呈现破碎姿态 但他的脚步却并未有半点的移动 宛如磐石 简然 这第一次的正面碰撞 迷石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在那后方 其他三大天狱的强者见到这一幕 神色也是变得凝重起来 果然 周元虽说能够斩杀吉磨 但在面对着更强的迷石时 却是没有多少的优势 反而是有些处于劣势之中 快 爱卿队长过来了 而此时 在后方某处 那些护持着关青龙的武神欲强者 则是看着一道迅速赶来的倩影 面露喜色 爱卿郊驱落至关青龙的身侧 他美目望着后者身上若隐若现的龙凤光环 也是忍不住的苦笑一声 谁能想到他们准备的大招 最终竟是落在了队友的身上 这可真是大麻烦 爱卿队长 多久能够解除封印 关青龙面色凝重地问道 周元队长那里 恐怕坚持不了太久 坚前周元的烈士他也看见了 如果迷失亲近全力的话 恐怕周元也会有危险 而且除了此处 战场的其他方向也是极为的惨烈 三大天狱的人不断的有着死伤 而他们在这里多拖一下 那死伤也会随之扩大 爱卿咬了咬红唇 道恐怕需要一炷香的时间 关青龙闻言 面色不由得有些难看 其他的人也是面露胶灼之色 这个时间太长了 不说周元能不能坚持那么久 光是其他地方 这一炷香就得死多少人 麻烦你尽快吧 关青龙深吸一口气 眼中满是忧虑 因为我不仅担心周元队长 而且江金林队长那边 恐怕也听到此话 爱卿等人都是忍不住的 看向江金林那边的战场一眼 这一看去 心头便是忍不住的一尘 因为此时那名山 终于开始展现恐怖的实力 那般战斗完全是江江金林彻底的压制 若非是后者的肉身的确是强横 恐怕早已被重创了 这样来看 整个局面三大天狱这边已经开始陷入劣势了 希望他们能多坚持一下吧 阿轻轻看一声 这圣族果然是强横无比 没想到他们三大天狱联手 竟然还是被圣族两个天狱的力量就抵御了下来 拳击他用力的甩甩头 将心中的情绪迅速的压制下来 然后在关青龙身后盘坐 御手伸出 开始解除着后者身躯上的封印 尼石一拳震退了周元 不过他却并没有多少得意之色 反而双目微眯地盯着周元的身影 因为他能够感觉到 自己那一拳虽然击退了周元 但却并没有让得后者出现什么伤势 这家伙 李运虽说只是34亿 但柔身与神魂皆是强横凝实 李运稳固如山 短时间内是难以将其彻底击溃 尼石眼神愈发的森冷 看来一般的手段 还真是有些奈何不了你 他深吸一口气 眉心那圣童之内 固有神秘光则涌动 下一瞬 只见得一股灰白光芒 自圣童内流淌而出 那灰白光芒过处 只见得尼石的身躯 都是渐渐的有些实化的迹象 圣石不灭树 空 他站在那里 脚下的大地 却是有些无法承受他的重量 直接是塌陷成了一个黑洞 尼石并未掉落 而是凌空而立 可脚下的虚空 也是在不断的碎裂 仿佛是在承受着难以想象的重量 周圆望着有些实化的迷石 眼神也是微凝 因为在他的感知中 此时的迷石散发的危险气息 比先前浓郁了许多 于是他单手结印 穷秀 只见得天地间有无形之火出现 然后环绕在迷石四周 火焰更是凝结成龙形 对着迷石咆哮 那是魂炎 可面对着这般魂炎攻击 迷石却是毫不在意地挥了挥手 直接是将其尽数地磨灭 好厉害的肉身增幅之术 周圆缓缓地道 这实化极大的增强了迷石的防御与力量 而且那层如实化般的皮肤 甚至还能够抵御神魂力量的侵蚀 如此一来 迷石无疑是如虎天翼 更为的棘手了 你就只会这些小道之术吗 迷石咧嘴笑着 笑容带着森森寒意 周圆盯着迷石 眼中同样是有着寒芒闪现 旋即他的目光 瞥了一眼远处将精灵的战场 同样是将那边的烈士收入眼中 整个局面 还是在渐渐地对着圣族那边倾斜 而如果此前他未能将其魔斩杀的话 这个倾斜恐怕已经变成一面倒了 呼 周圆深吸一口气 单手结印 远处的隐隐化为一道荧光暴湿而来 最后落在周圆掌心中 顿时化为银色液体倾斜开来 短短瞬间 便是化为森冷的银色战甲将周圆的身躯所覆盖 与此同时 那银甲下的眼瞳 有着七彩之光缓缓地闪烁起来 如今局面危急 只能以最快的速度分出胜负了 既然其他手段都没有多大的效果 那就直接开大招吧 第1146章两道见光 当银甲复生时 周圆的眼瞳之中有着七彩豪光绽放 神斧之中 那介于实质与虚幻之间的 胡云也是开始微微晃动 空 一股极端恐怖的波动 自周圆的体内散发出来 其附近的虚空直接是开始不断地破碎 一股无法形容的凌厉锋锐之气浮现 犹如是能够斩天裂地 在这般气息下 整个庞大的战场都是在微微的颤抖 作为周圆对手的迷失 第一时间察觉到了这股恐怖的波动 当即面色也是渐渐地变得凝重起来 缓缓地道之前就听吉摩说过 你掌握这一道威力惊人的圣元术 如今终于是舍得拿出来了吗 若说周圆手中最令得迷失忌惮的底牌 显然要当数这一道直接是将吉摩圣童都逼得封印的圣元术了 战场中 同样是有着不少的目光汇聚而来 他们同样是感觉得出来 周圆显然是要动真格了 也不知道他所寄出的这道威力惊人的圣元术 是否能够将渐渐有些落入下风的局面给搬回来 在那后方 正在帮关青龙解除封印的爱卿见到这一幕 则是柳眉微醋 道 周圆队长此举可并不明智 他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拖延住迷失即可 根本没必要与他进行这种碰撞 万一 虽说先前周圆与迷失的交手中有些落入下风 但终归是能够勉强拖住的 按照爱卿的想法 周圆只需要将这个拖延继续的持续下去就好 根本就没必要来进行冒险一搏 这若是失守 谁还能够前置迷失 一旁的苏又微文言 则是道 迷失乃是强敌 殿下元气底蕴与他终归有些差距 若是拖下去 自身的劣势会越来越大 与其如此 还不如一搏 以我对殿下的了解 他若是没有把握的话 不会行此大险 爱卿看了一眼 这位容颜气质 连他都是有些侧目的女孩 他如何听不出苏又微言与监队周圆的维护 不过他也不是喜欢争辩的人 只是平静的道 你是觉得周圆队长 行险之下能够击败迷失 我当然也希望如此 因为这是最好的结果 但你也无法否认 万一失守呢 那我就上前 即便是与命于此 也会阻拦他一分片刻 苏又微同样是平静的回道 旁边守卫的众人念名相去 这两女虽说言语皆是没有多大的波澜 可那暗中的碰撞 却是任谁都能够感觉到 而在此时 武瑶红唇微起 淡淡的道 周圆不是蠢货 他应该会知晓那种后果 所以既然他会做这种选择 那么在他的推算中 那结果总不会比这样一点点拖延下去更差 虽说与周圆恩怨颇深 但周圆终归算是会员天的人 眼下他在前方为了抵御强敌拼死奋战 而他们在后方 不应该还去质疑他的选择 关青龙见到三女这般阵仗 也是有些无奈 苦笑道 爱卿队长 还是先专心帮我解除封印吧 不管周圆队长如何选择 只要将封印解除 我都能够收场 他的言语间 倒是散发着一些自信 这是身为混员天最强天阳静的傲气 虽说这一次他的出场不太顺利 刚开战没多久就被来自队友的大招给封印 但这 也怪不得他啊 爱卿文言 也就没有再多说什么 而是垂下眼帘 加快速度的解除封印 翁 伴随着那恐怖的气息不断的凝聚 引甲覆盖的周圆缓缓抬起手掌 掌心间 有着一道七彩豪光浮现出来 那七彩豪光颇为的绚丽 宛如意味七彩鱿鱼 可当他出现时 周圆四周的虚空不断的在被切割 形成一道道幽黑的痕迹 周圆引甲下那三冷如刀锋般的目光锁定了迷石 下一瞬 他手掌一抬 七彩展天见光 秋 七彩豪光暴射而出 直接是洞穿虚空即掠了出去 吼 迷石的喉咙间有着低吼声爆发 他的身影也是猛然间暴射而退 不过不论他如何挪移身形 其前方的虚空都是在直接的破碎 那么七彩豪光宛如是能够穿透空间距离一般 紧紧跟随 而从那七彩豪光上 迷石也是能够感觉到一股让他毛骨悚然的力量 那股力量太强了 终于来了吗 等你很久了 我倒是要看看 你这可展天地的七彩见光 能否斩得破我的不灭尸体 不过迷石并未感到畏惧 眼中反而是跳动着疯狂之色 他长笑一声 眉心圣童猛然间爆发出古老的光芒 光芒如水一般蔓延开来 将他的身躯禁束的覆盖 正同不灭石体 而迷石的身躯也是在此时开始出现巨大的变化 只见得他的身躯猛的膨胀 化为十数丈左右 血肉之色尽数的褪去 取而代之的是那浓郁的灰白色彩 短短树息 他便是化为了一座表面斑驳 仿佛历经岁月的古老石人 后 古老石人喉咙皆发出低沉的咆哮 旋即其实必直接是交叉于深浅 仿若一面斑驳石盾 抓而也就是在这一瞬面前虚空破碎 一抹七彩豪光破空而出 七彩豪光直接是斩至那石壁之上 那一瞬间天地仿佛都是出现了瞬间的凝制 当紧接着有着惊天巨声响彻 万丈庞大的冲击波直接是横扫开来 大地瞬间破碎 被切割出无数道深深裂痕 而周边那些躲避不及的双方人马 皆是被那冲击波风德吐血到飞而出 身躯上满是一道道锋利的血痕 而周园与迷失所在的源头处 更是出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坑 巨坑幽黑 边缘处光滑如镜 宛如是锋利刀刃划过豆腐一般 无数道惊骇的目光投射而来 如此恐怖的对碰 就算是双方之间的那些顶尖战力 都是未知心计 也是不知道 这种碰撞之下 究竟是谁更胜一筹 在那一道道视线的聚焦下 源头处的元气波动渐渐的退去 然后众人便是见到一道古老石人 静静的处立于虚空上 他依旧是保持着双臂交叉在前的姿势 挡住了吗 在那些静意不定的声音中 那古老石人双臂上 突然咔嚓一声 有着裂痕蔓延开来 最后碎石不断的崩落 裂痕迅速的蔓延了那石人大半个身躯 砰 石人半截身躯暴碎开来 那迷石的面庞也是从半截碎石中显露出来 此时的他 满身都是血痕 那些血痕令得他看上去 犹如被摔碎的瓷器一般 扑痴 他一口鲜血喷出来 嘴唇心红的盯着周圆 然后咧嘴凝笑起来 好霸道的圣元术 竟然能将我的不灭尸体破坏成这个样子 不过可惜 我还是承受了下来 迷石仰天狂笑起来 虽说此时的他同样是被那七彩豪光所斩伤 但他却并未直接被斩杀 显然 他的不灭实体并不算太过的惧怕那一道七彩豪光 哈哈哈哈 周圆 圣元术之威固然强大 可以你这般底蕴 这一发也耗尽了你的力量 接下来 你还拿什么跟我玩 迷石的狂笑回荡在战场中 这三大天狱的人马皆是有些变色 神色不安 在那后方 爱卿也是叹了一口气 轻轻摇头 果然 正如他所想 周圆的这兵行显着 并没有取得想要的效果 接下来的局面 恐怕将会变得更为的艰难了 在迷石的狂笑声中 周圆身躯上的银甲则是突然间变得暗淡下来 然后迅速地化为银色液体低落 周圆面色平淡 他看了一眼褪去的银甲 然后又望着狂笑之中的迷石 嘴角呼地掀起一抹诡异的笑意 抓 他的身影暴射而出 不知死活的东西 还敢主动送死 那迷石见到周圆竟还敢主动上前 脸庞上顿时浮现出 猙獰残忍的笑容 只是 他这般笑容刚刚绽放 迷石便是猛地见到周圆眼中有七彩之光闪现 下一瞬 又是一道无比恐怖的波动 自周圆体内猛然爆发 一抹七彩豪光 直接是从周圆天灵带冲天而起 然后快落惊雷般地对着迷石再度斩下 迷石目瞪口呆 玄机头皮陡然一炸 眼中有着浓浓的恐惧之色涌现出来 其身影毫不犹豫地掉头就跑 同时他的心中有着难以置信的咆哮声响彻起来 你他娘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还有第二道剑光 第1147张舍身忘死的赵木神 翁 当那第二道七彩豪光暴射而出时 不仅是迷石本人 就连那些僵尸县投注于此的各方强者 皆是面容骇然 眼中有着难以掩饰的惊恐涌现出来 谁都没想到 周圆竟然能够如此连续地催动两道七彩剑光 这在众人看来实在是太过的不可思议了 要知道圣元术的修炼条件本就极为的苛刻 而且就算是修成了 催动圣元术也是需要极为庞大的元气支撑 按照众人的估计 天阳境的实力 即便是元气底蕴达到了30亿 想要催动圣元术 那也应该是轻力才能够施展出一道 而若是想要再施展一道的话 怕是连自身都得遭遇反噬 圣元术 整个战场中 即便是最强的观青龙与弥山 恐怕都来不了第二发 可眼下 周圆却是做到了 从那第二道七彩剑光所蕴含的威能来看 那显然并非是假象 所以当迷石再见到那七彩剑光破空而来时 他毫不犹豫地直接掉头逃窜 以他如今残破的尸体 已经承受不住第二发了 抓 迷石将自身的速度此时施展到极致 而且他极为的狡诈狠辣 所退之地 竟然不顾那沿途的一些圣族强者 这些人躲避不及 直接是被追击而来的七彩剑光略过 当即瞬间暴成了漫天选漠 尸骨无存 然而他的这些作为并没有多大的作用 七彩剑光如复古之躯 紧紧相随 而且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迅速的接近 那股浓郁的危险气息 让得迷石浑身汗毛都是倒竖了起来 他的面色变得极为的阴沉与愤怒 此番结果 大大的出乎了他的意料 周圆能够施展出第二道七彩剑光 这个情报也是吉姆未曾说过的 而这如今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空 迷石深吸一口气 一道灰白烟气最终喷出 那烟气一出 便是化为一条浩浩荡荡的迷石流 这天闭日 然后与那七彩剑光碰撞 吃拉 然而即便是迷石这般手段 依旧是无法阻拦七彩剑光的风锐 剑光掠过 整条由元气所化 足以碾碎诸多山脉的迷石流便是暴碎开来 迷石见状 只能继续疯狂顿逃 不过众人也是能够发现 迷石的逃跑路线 正是迷山所在的战圈范围 而在迷山那里的战场 迷山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那将精灵被他轰得满身鲜血流淌 甚至连龙宁都被撕碎开来 身躯上有着一个个身可见骨的伤痕 看上去极为的凄惨 不过那将精灵也是有着几分血气 即便是被压得如此的狼狈 依旧是在发狠的进攻 将迷山死死的纠缠住 因为他也是发现了迷石的狼狈 如果让德迷山去帮迷石化解了此次的危局 那无疑是损失了一次大好的机会 而面对着死缠烂打的将精灵 迷山的面色也是有些阴冷 如今的局面因为周元纳迪而发七彩见光 显然是有些脱离他的掌控了 如果做事迷石被重创 那么这局面可就真正的不妙了 哈哈 迷山 你的对手是我 不要想着去救人了 而将精灵也是发现了迷山的目光 当即大笑出声 然后满脸鲜血 再度疯狂的进攻 空 然而迷山一拳轰来 拳风撕裂续空 一拳便是将将精灵胸膛轰得塌陷下去 龙鳞粉碎 扑吃 将精灵一口鲜血喷出 他咆哮出声 整个身躯半人龙化得更为的剧烈了 然后汉不畏死地冲上 他乃是玄龙族 肉身本就极为的强横 生命力顽强 所以只要迷山没有将他彻彻底底的打死 这些伤势迟早都会复原 迷山盯着将精灵 冷笑一声 道 你真以为你缠住我 我就无法施加援手了吗 你们太小看我了 他的目光盯着对着这个方向极力而来的迷石 眉心圣童突然间有着圣光爆发 圣童 碎空 随着那圣童圣光涌动 只见得那迷石前方的空间突然在此时剧烈地扭曲起来 犹如是形成了一道幽黑的空间裂缝 而此时 七彩剑光暴射而出 正好是被那空间裂缝宛如巨口般的一口吞入其中 空间裂缝之内 有着极为恐怖的震荡波动爆发出来 然后空间裂缝渐渐地消失 哗 天地间有着无数道震惊的声音响起 一道道视线投向迷山所在的方向 谁都没想到 被将精灵缠住的迷山 竟会在这千军一发之刻出手 帮助迷石化解了这危险的局面 不过迷山显然也是为此付出了一些代价 他那眉心的圣童中有着一丝血迹流淌出来 圣童光芒都是迅速的暗淡 但这点代价是值得的 那周圆的手段只有这两道七彩剑光 没了这两道剑光 他不过是梅牙的老虎 迷石足够收拾他 迷山悄悄地松了一口气 远处的天空上 劫后余生的迷石也是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旋即他面色争鸣地望着周圆所在的方向 这个小子 竟敢将他逼得如此的狼狈 今日若是不将其斩杀的话 这口气实在是有些无法发泄 不过他并没有立即行动 而是迅速地掏出一把血丹 然后直接塞进嘴中 他在抓紧时间恢复元气 只是 当迷石将心神聚集于周圆身上时 他并没有察觉到 一道诡异的虚影不知何时出现在了其后方 那虚影猛地扑了上来 竟是直接将迷石尽数地缠绕 一道道元气品炼将两人捆附在一起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得迷石都是大惊失色 眼光阴扫 便是见到一道人影在其身后 当即暴怒地催动元气 后背狠狠地移震 哇 真后那道人影一口鲜血喷出 但却反而更加紧紧地将它缠绕了 而此时 周圆等众人也是见到了这一幕 当即面色一变 赵木神 那出现在迷石身后的人 竟然是赵木神 什么蝼蚁般的东西 也敢对我出手 不知死活 迷石体内不断地有着元气振动 直接是将其身后的赵木神震得肉身剧烈地撕裂 鲜血狂用 然而赵木神却是并不理会自身的伤势 反而是露出争名残忍的笑容 一口就狠狠地咬在迷石的脖子上 疯狂地吸血 同时 他的吼声响起 周圆 还不动手 抓 他的声音尚未落下的时候 周圆的声音已是暴射而出 他不明白赵木神怎么突然间如此的舍身忘死 这显然并不符合他的性格 但这个时候没时间关注这些了 先将这迷石斩杀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而周围那些圣族强者健壮 也是纷纷对着迷石扑去 试图保护 武瑶 苏又威 楚清等人也是开始出手 拦截着那些圣族的强者 战场瞬间变得激烈起来 周围的眼中只有那迷石 他迅速地出现在了迷石与赵木神的前方 他望着几乎纠缠在一起的两人 眼角忍不住地跳了跳 滚 迷石暴怒 体内元气猛然爆发 轰 赵木神终于是被轰飞 浑身破破烂烂 看上去千疮百孔的模样极为的凄惨 迷石面色阴沉地暴退 周围袖袍一挥 一道元气将赵木神卷住 后者此时那气弱油丝的模样 跟快死了差不多 你 周围忍不住地道 赵木神咧嘴 牙齿上满是血迹 他阴森森地盯着那迷石 眼神中却是有着一种诡异的贪婪之色 周围 用你的天元笔捅我 赵木神说道 周围一振 不过下一瞬 他手掌猛然紧握天元笔 锋利的笔尖暴射而出 直接是狠狠地洞穿了赵木神的小腹 呲 赵木神死死地抓住笔身 满脸扭曲地看了周围一眼 不是你让我捅的吗 周围笑道 赵木神嘴角抽搐 这混蛋还真是半点不犹豫 他那一瞬都感觉 周围是不是打算 直接在这里趁机弄死他了 不过此时没时间理会周围 赵木神单手结印 脸庞上也是有着一道道血迹如动 形成了某种纹路 扑痴 而也就是在他印法结成的瞬间 那暴退的迷石 突然一口鲜血喷出 他的小腹处 一道猙獰的血洞凭空地浮现出来 迷石难以置信地望着 小腹那诡异的伤势 然后暴怒地看向赵木神 显然 他的伤势就是因为这个 同样只是天阳境中期的 楼一所导致 面对着迷石那杀人般的目光 赵木神咧嘴森然一笑 道 在你先前最虚弱的时候 我吞了你的血 同时也将我的血注入到了 你的体内 所以现在 我们算是相连的 拳击 他伸出手掌握住自己 另外一条手臂 猛然一扭 咔嚓 他竟然是隐生生将自己的一条手臂撕断了 啊 两道惨叫声响起 一道是赵木神 而另外一道 自然便是迷石 迷石面色暴怒地望着自己的右臂处 那里有鲜血涌出来 整条手臂都是被生生扭断 然后掉落 而且 那段臂刚落 一道犀利便是爆发而来 将其抓住 那是周元在出手 周元有些嫌弃地握住这段臂 然后看向赵木神 你要这玩意 先前赵木神就传音于他 让他配合抢断臂 赵木神眼神赤热 他一把抢过断臂 然后竟是在周元有些震惊的注视下 张大嘴巴 一口就将断臂给吞了下去 第1148张可展星辰 当赵木神一口将泥石的一条手臂吞下去的时候 只见得赵木神那断臂处 血肉突然诡异地蠕动起来 然后一条血淋淋的手臂便是迅速地生长了出来 那种恢复速度 看得一旁的周元都是面露惊恶 而且 他隐隐地还感觉到 此时的赵木神体内的元气波动 似乎是有所增强 啊 而与此同时 那迷石则是发出了一道凄厉的惨叫声 他抱着断臂处 面目猙獰地盯着赵木神 因为在后者吞下他那一条手臂的时候 他有着一种冥冥间的感应 那就是他这条断臂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再生长出来了 要知道四肢断裂 对于他们来说算不得太重的伤势 只要借助一些灵丹妙药 血肉重生并不困难 可这一刻 迷石却是有着一种永久的失去了一条手臂的感觉 似乎就算是他借助着那些灵丹妙药 恐怕都不一定将这条手臂恢复出来 简然 这应该是因为赵木神吞掉了他那条手臂的缘故 所以此时的迷石可谓是惊怒交加 恨不得将赵木神生吞火寡 他怎么都没想到 这个看上去不过天阳近中期的蝼蚁 竟然会将他搞得如此的狼狈 面对着迷石那怨毒的目光 赵木神则是退后一步 来到周元身后 他现在已经被重创了 就交给你了 赵木神咳嗽一声 道 周元笑道 我说你怎么变得舍身忘死了起来 原来是贪婪作祟 盯上了人家的一条手 赵木神面无表情地道 我的动机如何你不用管 只需要看结果就行 虽说是因为你将他打伤 导致他陷入了短暂的虚弱状态 我才有机可趁 但这总算是一份贡献 周元道没否认 而且也懒得斤斤计较 道 好吧 算是你一份功劳 他天元比一百 目光锐利地看向了迷石 此时的后者算是真正的受创了 正好是将其彻底解决的好时机 如果你真要感谢我的话 可以帮我把他的圣童挖给我 我感觉味道会很不错 赵木神突然道 周元嘴角抽搐了一下 有点胃液翻腾 这家伙似乎越来越重口味了 这种吞噬的手段 也是让人毛骨悚然 他没理会赵木神的要求 体内元气涌动 遥遥地将迷石锁定 空 不过 就当周元打算继续对迷石出手的那一刻 天地间突然有着一道具声响彻 一股恐怖的元气波动爆发开来 无数道视线立即对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然后皆是面色一变 那里正是江金灵与弥山的战圈 此时的弥山 立于虚空 他的面色满是阴冷的沙翼 在其眉心纳盛同间 不断地有着鲜血流淌出来 而在其对方的天空上 江金灵身躯僵硬 只见得他那布满着龙铃的强大肉身上 此时出现了一道极为猙獰的雪洞 那雪洞几乎是贯穿了江金灵的肉身 甚至可见其内跳动的内脏 而且那雪洞中 似乎是蕴含着一种特殊的力量 那种力量在侵蚀开来 让得江金灵那强大的生命力 都是有些难以迅速地恢复 哇 江金灵口中鲜血狂勇 他那金色的龙铜死死地盯着弥山 眼中满是暴怒与不甘 先前那一瞬的交手中 弥山再度动用了圣童的力量 那种力量宛如是能够操控空间一般 直接是裹挟着无比锋锐的空间碎片 贯穿了他的肉身 面对着这种伤势 就算是玄龙族的肉身 也是有点难以承受 哼 若非是因为救迷石消耗了圣童的力量 此时的你必死无疑 弥山轻蔑的道 江金灵喉咙揭发出暴怒的咆哮声 但最终还是因为伤势过重 身躯直接是从天空坠落而下 轰然落地 在那山林间砸出了一个深深巨坑 哗 而江金灵的重创落败 也是犹如在战场中刮起了一场飓风 三大天狱的强者纷纷变色 谁都没想到这场战争如此的跌宕起伏 眼见周元好不容易将那弥石打伤 可谁想到在这最关键的时刻 弥山却是击败了江金灵 这一下 对方最强之人终于是腾出了手 这般变故 同样是令得周元微微色变 他如今的元气同样消耗不小 状态并不完美 对付重创的弥石还可 若是再加上那弥山 那他可就真是双拳难敌四手了 哈哈哈哈 那弥石则是仰天大笑起来 他眼神凶残而猙獰的盯着周元 道可惜啊可惜 你机关算尽 可气运却是在我圣族一边 当他声音落下的时候 其身旁的空间波荡 一道身影便是踏空而出 正是那弥山 此时的弥山 面无表情 为心圣童流淌着血迹 令得他看上去极为的可怖 一股令人心记得煞气自他的体内散发出来 弥山盯着周元 淡淡的道 没想到险些被一个天阳镜中期给翻了盘 周元感受着面前两人散发出来的惊人微压 面色也是微沉 手掌紧握天元笔 浑身皆是紧绷起来 一起出手 先抹杀掉他吧 此人不除 后患无穷 弥山淡默的道 弥石也是点点头 空 两人几乎是瞬间出手 棒薄澎湃的元气破空而出 直接是封锁了周元的所有退路 以一种凶悍之事对着周元席卷而去 那元气过处 虚空皆是寸寸碎裂 可见此时的两人对周元杀意十足 周元面色凝重 一圈天中法御暗运 准备施展 面对着弥山弥石的联手 他根本不可能正面硬抗 只能借助那仗徐法御的力量削弱一下对方的攻势 然后趁机而退 空谋 两道元气洪流交缠着咆哮而来 宛如两条虚空俊莽 威势十足 而周围诸多三大天域的强者皆是面色大变 一些人急忙破空而去 想要帮忙 但这显然是来不及的 伴随着两道元气洪流迅速的接近 周元掌心的法御已是打算张开 不过 就在这一瞬 他突然感觉到这片战场中 又是有着一道惊天元气冲天而起 嗡 那是一道嘹亮的刀鸣之声 泥山迷石 你们可真当我观青龙是吉祥物不成 一道利吼如炸雷般响彻天地 一道身影也是在此时如鬼魅般的出现在了周元上方 只见得其手持一柄青龙大刀 然后猛然斩下 那一瞬 前方虚空技术破碎 一道青色刀芒咆哮而出 仔细看去 竟是宛如一条青龙 其上青色龙鸣的栩栩如生 张牙舞爪间 有惊天刀器席卷而出 而那关青龙的立合声 也是在这一刻 响彻了整个战场 乌有一记青龙刀 可斩星辰 第1149章取胜 嗡 青龙刀工咆哮而至 碾碎虚空 直接是斩在了那即将击中中原的两道元气洪流之上 哼 那一瞬 宛如是惊天巨雷响彻 那一片的虚空都是在此时轰然的破碎 而青龙刀工斩下 两道元气洪流紧仅支撑了片刻 便是碎裂开来 化为无数元气光点飘散于天地间 残余的青龙刀工 依旧是凌厉无匹的对着后方的弥山弥石斩去 弥山面色阴沉 为心胜同有圣光闪烁 前方的虚空陡然扭曲 形成了某种如空间屏障般的防护 当青龙刀工斩下 与那空间屏障碰撞 两者僵持瞬息 最终是同时破碎开来 不过弥山还是温哼一声 额头上有青筋跳动了一下 身躯微震 梅西纳圣酮流淌的血迹更为的浓郁了 观青龙 弥山眼神阴沉地望着周圆的身后 只见得那里一道高壮的身影浮现出来 手持青龙大刀 气势凌厉而霸道 引得虚空震颤 正是被解除封印的观青龙 而战场中 三大天狱的人马也是爆发出欢呼声 在这个战争的最为紧要关头 观青龙的入场 无疑是极大的振奋了人心 甚至可以说足以扭转整个战局 毕竟现在的场中 顶尖的强者中 吉摩被斩杀 江金陵 泥石坚实身受重创 周圆状态在逐渐的下滑 至于弥山同样好不到哪里去 因为屡屡使用圣酮的力量 如今他的战斗力也是在开始的减弱 而唯有观青龙依旧维持着完美的状态 毕竟他因为被封印的缘故 此前一直未曾真正的出手 所以在这种时刻 他这圆满的战斗力 可谓是重量十足 你若是再不出手 我可真要有些扛不住了 周圆同样是有些如释重负 今日的战斗 他算是竭尽全力了 斩杀吉摩 重创迷石 这两个战绩几乎是横压所有人 包括江金陵 观青龙 但说到底他终归只是天阳境中期 眼下的战斗力是依靠着诸多密法之称 不可能太过的持久 所以如果观青龙还不能及时的出手 凭他一人之力 恐怕会有些难以抵御 弥山弥石的联手 若我此时是天阳境后期 这弥山弥石即便联手 恐怕也难以撼动我分毫 周圆心中有些遗憾的想着 周圆元老 此次大战 你当为首宫 观青龙看着周圆 眼神也是前所未有的素人 因为他在后方同样是清清楚楚的 看见周圆是如何力挽狂乱 维持着三大天狱人马第17不至于崩盘 如果不是周圆的出手 他也不可能等到解除封印的时刻 而一想到若是局面崩盘 三大天狱人马死伤惨重那一幕 观青龙就有些心中冒寒气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带得回了婚元天 他观青龙的名声就算是毁了 毕竟从名义上来说 他算得上是婚元天的总指挥 古元天之争 乃是气韵之争 也是未来千年各大天狱的元气之争 即便他们这里的争斗所决定的气韵 只是整个婚元天的五分之一 但这依旧是极为恐怖的规模了 如果能够多争取一分 未来婚元天也就能够变得更强一分 所以婚元天所有势力都对其极为的重视 而若是观青龙输得太惨 此次的成绩太差 那无疑是会引来诸多非议的 因此 观青龙此时对周元 还带着一分感激 我是天渊玉的队长 也是婚元天人马的一员 怎么可能坐视不管 周元笑道 只不过如今 我也的确是强弩之末了 接下来恐怕就得依靠观青龙队长了 周元能够感觉到体内的元气在消退 那是因为晋升的时限快要抵达 而一旦失去了这些元气的增幅 说实在的 他还并没有资格跟迷山迷石这种级别的强敌交手 所以 现在的周元 无比的迫切想要将自身真正的进入到天阳静后期 他的目光投向这片辽阔山脉的深处 在那浓雾之中 一座古老的石碑若隐若现 散发着特殊的天地韵味 望着那里 周元的眼中有着炽热期盼之色涌动着 他知道 或许他突破到天阳静后期的机缘 就得落在此处 辛苦你了 接下来的战斗 交给我来便可 关青龙点点头 今日的战斗 对于他而言 可谓是十分的憋屈 原本他已经做好了大战一场的准备 可谁料到热身刚刚完毕 他就被来自江金灵 爱卿的封印直接给封了 导致在战况最为激烈的时候 他只能沦为一旁的坎坷 如今好不容易封印解除 他自然是在期待着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战 周元点点头 然后冲着对面面色阴沉的明山明石和善的一笑 缓步退后 而关青龙则是虎目满是战役的看向明山明石 手中青龙大刀斜指 道 接下来就由我一人来面对你们吧 言语间 自有一番气势与霸气 不过关青龙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 毕竟不管如何 在周元未曾踏入天阳境后期前 他都是混元天最强的天阳境 他的实力 也唯有全盛时期的明山能够抗衡 甚至明石都还不够 此前的战斗 如果不是关青龙被突然封印 明石的结果恐怕不会比江金灵好多少 如今关青龙状态完美 而霓山圣童受损 霓石更是深受重创 所以即便是以一敌二 他依旧是有着绝对的信心 空 奥伯强悍的元气如道道狼烟 直接自观青龙天灵带冲天而起 那青涩的元气中 宛如是有青龙之影流转 散发着一股极为强悍霸道的气息 一股恐怖的压迫笼罩下来 这片战场都是在此时微微的凝制 双方的人马皆是抬头望着天空上 如今双方的战场处于胶着之中 而这个时候身为顶尖站立的 关青龙与霓山他们这里的一举一动 都将会影响战场的走向 霓山面色极为阴沉地盯着关青龙 眼中满是暴虐的杀意 他如何不清楚自身的状态 此时他与关青龙斗 胜算不会超过三成 即便霓山再如何不愿意承认 他也明白 关于这场玄机之争 他们圣王天与圣明天 竟然是落入了极大的烈石之中 而这一切 不是因为关青龙 而是因为那个不过天阳 近中期的周园 霓山目光盯着位于关青龙 后方的周园 那眼神森冷阴狠 犹如是要将周园的面旁 深深地印入脑海一般 哭 最终霓山深吸了一口气 淡淡地道 关青龙 这一次 算你们胜了一筹 关青龙浑身涌动的 强大气势微微一致 他盯着霓山 缓缓道 你是打算认输了 霓山默然地道 一时之输而已 不算什么 霓山是一个颇为理智的人 眼下优势不在 继续斗下去 除了损失更为惨重外 并没有其他的结果 既然如此 就只能忍其吞声的认输撤退 保全力量 关青龙 你们也不用太得意 此次的古元天之争会很有趣的 这一点 等你们踏足中央区域的时候 就明白了 或许这一次的七云之争 你们下五天的成绩 将会是有史以来最差的一次 霓山的嘴角掀起一抹残酷的笑容 关青龙眼睛一瞇 我 凭你吗 当然不会是凭我 霓山玩味的一笑 道 只能说你们很不幸 这一次的圣祖天 应该算是数万年以来最强之一 关青龙 相信我 当你们遇见圣祖天时 你们会明白 什么才叫做真正的绝望 话音落下 他不再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转身踏空而去 与此同时 他那冰冷的声音 响彻战场 圣王天 圣灵天的队伍 撤退 华 此言一出 顿时引来巨大的哗然 不过圣族的大部队虽然有些不甘心 但也明白优势不在 所以最终还是陆陆续续的撤退 庞大的队伍 如潮水般的迅速退走 短短不过数分钟的时间 这原本战火燎原的战场中 便是突然的变得寂静下来 三大天狱的人马面面相去 一时间有点没回过神来 待得好片刻后 方才有着惊天动地般的欢呼声响车而起 群山为之震动 而半空中 观青龙望着弥山他们退走的方向 面旁上却是没有多少的高兴 反而眉头紧紧的皱了起来 肩前弥山的话 的确是让得他感觉到了一丝不安 圣祖天梦 第1150章分配 当圣祖的队伍撤出这片战场的时候 三大天狱的人马 皆是一个个脱力地瘫倒下来 肩前那场大战 可谓是惨烈 不论是三大天狱还是圣祖的两大天狱 都付出了不小的伤亡 整个战场中 满目疮痍 失衡遍野 血腥气冲天而起 一些同门在收敛着同伴的尸身 悲伤的低气声在战场中传开 让得人内心沉重 周元落下身影 他望着这一幕 不由得有些沉默 秦连 慕幽兰等人也是赶来他这边 他们的身上皆是有着大大小小的伤势 显然同样是经历了惨烈的战斗 天渊玉伤亡如何 周元问道 秦连脸色有些沉重的道 有两百多人身影 五百多人身受重伤 简简单单的数字 所代表的意义却是格外的残酷 周元轻声道 将他们的尸身收起 带回混元天八 他们是为了天渊玉而战 天渊玉也不会亏待他们 秦连等人皆是点头 此次若不是队长大发审威 恐怕战局还会更为的惨烈 损失也会更大 慕幽兰妙目看着周元 有些崇拜的道 这一场大战 周元那亮眼的战绩是所有人亲眼可见 你现在在混元天天阳镜中的威望 已是能够与观青龙平分秋色 秦连也是点头 表示认同 这一战 如果不是周元挺身而出 斩杀吉磨 重创迷失 最后胜负究竟如何 还真是两说的事情 这一点 从此十个方强者不断看来的那些感激 竟为目光中就能够察觉得出来 此前的周元 虽说顶着天渊玉元老的身份 但混元天其他的势力大多都只是带着一些看热闹的心态 而且他们也并不认为周元就真的有资格与他们平起平坐 但这一战后 那些心思应该会被撤彻底底的暗面下去 周元虽说只是天阳镜中期 但他这个天阳镜中期 显然并不寻常 周元对此则是并不太在意的笑了笑 威望什么的他不在意 毕竟圣族是真正的大敌 如果做事他们击溃了三大天狱 那他能力再强 恐怕也是不可能力挽狂烂 而在此时 楚清 李清禅也是快步过来 他们的神色同样不太好 显然苍玄天也有着不小的损失 周元也只能拍拍楚清的肩膀 然后想要和李清禅拥抱一下以示安慰 但却被他那清冷的眼眸瞪的缩回了手 当即无奈的笑了笑 不过他这般打岔 倒是让得沉重的气氛稍微的松缓了一些 此时的战场上 各方势力都是在收拢着人马 清算着损失 周元元老 关清蒙队长有事请你前去商议 此时 有一道人引来报 态度恭敬 周元看了一眼远处的一处高坡上 那里各方势力的队长云吉 于是他点点头 带着秦连 楚清等人也是走了过去 而随着他的到来 各方势力的队长皆是投来尊重的目光 即便是万寿天那些桀骜之人 同样是收敛了傲气 显露出一丝敬意 精灵二与金风站在一起 他那充满着野性的美目盯着周元 眼神有些灼热 他们元寿一族 本就崇尚力量 周元能够以天阳境中期的实力 创造出如此显赫战绩 如何能不让得他心服口服 真不愧是小祖看重的人 精灵二咬了咬红唇 美目闪烁着一彩 一旁的金风健壮 顿时轻壳一声 低声道 姐 你这是干嘛 可别忘了小祖的道戒 什么 精灵二有些疑惑 金风干笑一声 精灵二在愣了愣后 终于是想起了什么 那是在他们来古元天之前 小祖曾经给过他们一次道戒 严格的来说 应该是给他的 那道道道戒是什么来着 不要试图勾搭周元 否则后果很严重 严重到甚至连他这位小祖到时候都会挨揍 当时精灵二对于这道告诫 几乎是嗤之以鼻 身为金尼族的骄子 不论是族内还是族外 不知道多少天骄追捧 他怎么可能会看得上一个区区人族 而且 谁敢揍小祖 以他的地位 整个万寿天内有这般胆子的人 可谓是屈指可数 所以 对于小祖的这道告诫 精灵二一直表示很不能理解 精灵二有些不满地 撅了撅小嘴 道 小祖真讨厌 不过美目中的神采倒是收敛了几分 显然小祖的告诫还是有点作用的 周元道梅在意精灵二的目光 因为在他的前方 还有着江精灵与爱卿 此时的江精灵面色颇为的苍白 浑身的元气也是有些萎靡 身躯上满是深深的伤痕 显然即便以他全龙族的强大肉身 一时间都无法将重创的伤势恢复 江精灵面对着周元时 神色有些不太自然 毕竟在此战之前 说实在的他并没有太将周元放在眼中 不然的话他们也不会派出精灵二去协助他 这摆明就是不太相信周元的能力 可最终的结果谁都没想到 如果不是周元力挽狂澜 此时败走的 应该就是他们三大天狱 周元斩杀吉摩 重创迷石的战绩 就算是江精灵这般傲慢的性格 都不敢随意的忽视 他的实力与迷石相差不多 此前迷石如果不是迷山以圣童之力援救 恐怕此时也有不小的可能被周元所斩杀 所以周元斩露的力量 也让德江精灵不敢再小觑 而辣爱轻看周元的目光也有些复杂 他原本以为混元天最为出彩的人 应该当属关青龙 可如今来看 这位天渊狱的周元 同样也是深藏不入 而且最可怕的是 他现在才天阳境中期 若是等到他踏入天阳境后期 那岂非是连关青龙都会被他超越 或许 他将会成为诸祖五天中最强的天阳境 周元元老 此次对战胜祖两大天狱 你的功劳无庸置疑 我等在此向你表达感谢 关青龙望着周元 神色肃然的道 其余人也是在此时微微点头 展露着谢意 周元此次的战绩 征服了几乎所有人 即便是江金陵 也是保持着沉默 没有发出任何的质疑 不过周元对他们的谢意 倒是没有什么兴趣 只是摆了白手 目光凝望着遥远处山脉中弥漫的浓雾 浓雾内 那座古老的石碑犹如横谷永存 散发着特殊的韵味 诸位 眼下大敌已退 是时候商量各方势力 对这处玄技的一些分配了吧 周元笑道 他所说的 倒并非是最核心的分配 而是对于各方势力 那些普通成员的安排 因为按照之前的探测 想要接近那座古老石碑 需要接近20亿的元气底蕴 所以能够获得最核心机缘的 应该会是各方势力之中的顶尖强者 但各方势力中 还有着更多的人是无法接近石碑 他们也无法享受到这种机缘 可他们同样是在战争中付出了贡献 所以也必须想办法为他们获得好处 不然的话 谁还愿意继续搏命 失去了这些队员 光靠一些顶尖战力恐怕也难以成事 不过好在的是 对此各势力的领头人早就有所准备 这座石碑 虽说20亿底蕴以下的人难以接近 但石碑一旦被启动的话 也将会爆发出极为磅鲍浓郁的阻气 以及无数的阻气气宝 这些阻气会对着外围蔓延 而这些便是各方势力很多人所期望的机缘 而越是靠近石碑的位置 也就能够获得更多的阻气以及阻气气宝 按照此前商定的模式 这石碑前的站位将会分为三档 第一档自然就是最接近石碑的位置 这里将会迎来第一波的阻气冲击 第一波阻气经过在被第一档吸收了一通后 将会流向第二档第三档 而在此前的商定中 能够坐稳第一档位置的 只有两个势力 棍元天的武神玉与万寿天的玄龙族 因为这两个势力的实力最强 而且还有着关青龙 江金灵这般领军人物 只不过现在吗 关青龙看向周元 笑道周元元老功劳最大 天渊玉当然是有资格列入第一档 江金灵没有说话 若是此前的话 他必然是要反对的 毕竟多一个势力站在第一档 那到时候分润出去的阻气就会多一分 没人会愿意这种好处流入别人的肚子里 但现在周元的战绩太猛 猛到连他都无话可说的地步 若是周元都没资格要一个第一档位置 那恐怕玄龙族与武神玉都是没有资格 多谢周元微微沉吟 道不知道除此之外 能否再要一个第二档的位置 这个位置当然是为了苍玄宗而要 毕竟如果要光平战绩的话 恐怕苍玄天所有势力都会落到第三档去 但他也是苍玄宗的人 总也要为这些师兄弟们讨要一些好处 毕竟现在这种场合 就算是楚清开口 恐怕都没多少的重量 关青龙文言 也是看了后方的楚清他们一眼 微微有欲 最终点头应下 周元元老出自苍玄宗 你的功劳 他们当然也有资格分润一些的 这算是给了周元一个面子 江金灵则是眉头一皱就要说话反驳 但却被爱卿在后面拉了一下 周元不好惹 别为了这点赢头小力去得罪他了 你不想想 万一他在这玄机中突破到了天阳镜后期呢 爱卿那嘀嘀的声音传入了江金灵耳中 江金灵的面色也是微微变了变 现在的周元 只是天阳镜中期 就已经能够重创迷失 若是他踏入后期 那究竟该有多强 到时候恐怕连他与关青龙 恐怕都不会是他的对手 讲到那一幕 即便是以江金灵的傲气 都是暗自吞咽了一口口水 于是 他也是轻轻点头 面色平淡的道 我并无意义 而随着这两位两大天狱的总指挥拍板决定 这个位置 便是这样的定了下来 这边可以 这边可以 同时 这边就变着了